大家好,欢迎来到财妈的财商课堂 前几天有用户给我留言 说小庆,你看现在房价那么高 我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 但听别人说司法拍卖房便宜一些 我抢套那种房子,你看怎么样 给我出出主意呗 其实对于司法拍卖房 我的观点是简陋有风险,下手需谨慎 司法拍卖房都是业主无力偿还债务了 由法院进行拍卖的 涉及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这一块以前往往也是专业人士才会碰的领域 对于我们普通购房者来说 需要注意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押金问题 报名参加进拍是要交押金的 而且不是小数目 一般是房价的10%到20% 当然如果最后没有进拍到 押金是退回的 但如果拍到房因为自己的种种原因 最后没买成 这个押金可是不退的哦 第二个就是房贷的问题 司法拍卖房是不支持供给金贷款的 但可以做拍卖贷 一般拍下房子之后 大约10日之内就得付清愉快 所以一定要在拍卖前办理相关的手续 如果等到进拍到房之后再去办 时间可能就来不及了 到最后不仅没买到房 押金也拿不回来了 那就亏大了 第三个就是清厂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房子拍卖完成之后 法院是不负责清厂的 如果原来房子里住的是个老赖 就是不愿意搬走 这对买房的人来说就非常闹心了 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税费问题 司法拍卖过程当中 法院只会在统一的时间内 组织所有的报名者前去看房 所以你只会知道房子本身的条件怎么样 房子是否满屋为一等具体信息 都不会知道 而且这方面就会涉及到一大笔的税费 举个例子 一套200万的房子 房屋不满两年 非为一和满屋为一的房子的税费差额 可以达到17万左右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说了这么多 这个司法拍卖房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买 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大家捧场 我们下期见